剛才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聲音 是可以像廣播人的聲音的 再來聽聽 拔虎語樂的菩薩道精神 翻譯團隊輪流上陣 最重要的是確保翻譯內容沒有誤差 學術性的這個分享 的確是不容易 唯有我們自己加深前面的準備 還要跟團隊更合合互協的運作 才有可能能夠讓這樣子一個 音番鐘能夠更完善 有量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沒錯 當我們的應證講座要去進行 然後跟著海外學著進行 需要口譯團隊的時候 這時候四號師兄 他又變身為口譯人員 所以他其實在不同的一個時空間 就是不同的一個現身 今天也因為上人行腳高雄 我們才有福能夠請到他 還記得嗎 去年的跨新年 他也跟我們在一起喔 但是是透過雲端 今天本尊出現在主場 熱烈的掌聲歡迎 十號師兄 哇 我們都會覺得很神奇的一點 那個神奇的一點就奇怪了 我們也在聽上人的開示 他也在聽 可是每個星期一周會的時候 就輪到他講的時候 我開始在想說 這個人又要變出什麼來了 就是我們在聽聽聽聽 我們怎麼沒有去想到這個 可是他就是可以將上人 他聽聞了以後 用很生活化的方式 他的感想又附送一次 或見證一次讓我們明白 這就是我們的四號師兄 非常感恩 今天他就在這裡 又要講什麼故事跟我們聽 隨時菩薩 星光閃耀 棒棒接力 黃師傅 感恩 謝謝 麥克風 特別啦 特別是 剛才聽到副總 敬賢師姐的分享 我相信線上有很多 是因為為了要聽敬賢師姐 還有剛才一路芬芳的這些故事而來 所以我很高興 你們就繼續留下來個20分鐘 就可以再多聽到一點點故事 那這麼多人來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其實像剛才美宇老師跟我們講到 最近因為剛好上人醒腳 那我就看到一步一步 我們在入金帳也好 又或者是上人曾經跟我們講過 在法華記裡面的故事 那剛才 我剛聽到敬賢師姐這樣講 我才了解原來 他也是經歷過一樣的故事 就是一直在開會 然後老師一直問說 你趕快給我一個名稱 那副總給了五中生有 我看到他的名字 無中生有 好深啊 我本來想說 心得分享 那看到無中生有 副總給人的名字這麼深 然後老師就給我 副總都已經給了 你趕快給吧 你看就是用一個人 來去刺激另外一個人 然後呢 我就被刺激到 哇 無中生有 那我要講一些不同的 怎麼心得分享 這樣不行 所以就想說生命化成 到最後 我完全跟副總一樣的想法 這是什麼 我是要說什麼 我都不太清楚我要講什麼 那也是很感恩 總是吹啊 逼啊 就會擠出那麼一點點的 生命中的一點點感受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我們第一段 尚能行腳 整個台灣來講 我們從花蓮到宜蘭到台北 到整個到桃竹到台中 再回來到台北之後 總共31場的這個 歲末祝福很多 那總共35天 超過了這個 5萬6千多人的參與 那線上更是更多 將近7萬條線 同步那27個國家地區 這是我們看到的尚能行腳 那當然我看到這個足跡 我也感受到的是什麼 像佛陀度化的足跡 從這個蘭比尼 然後到這個每一個過程當中 菩提加葉到露野院等等的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 每一個過程 即使也不大 也是幾百公里 但是當然佛陀當時都是用腳 用走的 那這個時候上人 所接觸到的人更多 而且又到全球 我看到的就是每一個地方 就像是一個化城 但是 要跟大家分享 化城要三個步驟 三件事情是化城的重點 第一個 要有地圖 否則的話你怎麼知道 這個城的下一個城是什麼呢 第一個要有地圖 第二個要有交通工具 不論是用走的 是用開車 是飛機還是渡船 那是第二個 第三個 要有團隊 因為不是一個人 導師光自己也走不了 也不能只靠學生 需要導師跟學生一起 所以今天用這三個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化城的三個重點 第一個故事 我們先聽上人開示 其實上人常常講那個地圖 剛剛給大家看那個地圖 地圖上人常常講說 這張世界地圖 捲起來就變成一顆球 就是地球 但是展開來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完整的平面的地圖 其實我聽到這一句話 我一直在思考 合起來是球 展開來是地圖 一個是平面 一個是立體 差別在哪裡呢 我就開始想 攤開生命的地圖 慢慢來跟這故事 跟大家分享 這些都是上人醒腳的時候 我們慈濟菩薩的故事 其實都是真實 真真實實的 不是剛剛所謂的故事 而是真實的歷史 這一位 你看人品典範 林桂香師姐 有名有姓 而且是中驅的菩薩 他的故事是什麼 他其實我聽得都很感動 很不捨 我相信在座各位 或許聽到更苦 也有或許類似 或者是聽過的 都是如此 在那個年代 很多很多人 他們家裡是不如意的 所以當時 先生往生的時候 他的孩子一個七歲一個五歲 1989年的那個時候 他要很堅強 扮起媽媽 又是爸爸的角色 所以那個時候 過了兩年後 有一個師姐 帶他進來慈激 他就慢慢去看著說 我生了病 師姐陪著他的人講說 你就是 拿著藥也要出來做 要健苦之福 所以他自己看到之後 他覺得 我也要做 他慢慢改變了 但是我覺得 他很改變的地方是 他的智慧在哪裡 他說 看完個案 回來還跟孩子分享 他那時候孩子幾歲 一個七歲一個九歲 剛開始是五歲七歲 兩年後 七歲九歲 然後到1994年的 開始進入青春期的時候 他就問孩子們 媽媽做慈激 孩子們你們喜歡嗎 喜歡 然後 他就用智慧去引導他的孩子 要乖 否則媽媽做慈激 人家會說 那是我們主座 我們守護不夠好 所以變成兩個 在青春期的孩子 居然能夠 媽媽回花蓮的時候 兩個孩子互相照顧 再來他就講到 那現在都很穩定 結婚有個妹妹的家庭 他講的是過去 接下來講說 有一次 小兒子高三要考大學的時候 晚上回來被打得很慘 然後講說媽媽媽媽 我們學校同學裡面 有這種法律法官律師的 我們找他來告這個打的人 他就講說 其中一個是更生人 才關出來沒有多久 如果這樣子的話 罪情很重 他就選擇原諒他 我聽到這一段我就覺得 又是一個慈激人 慈悲為懷 但是不切實際的媽媽 不切實際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今天他原諒你了 你原諒他了 他再去打別人怎麼辦 對不對 我們就會這樣想 他就在思考原諒他 但是接下來他講的這一段話 讓我永遠記得 他說 他也知道 他的孩子他的希望 單親 這樣子把他養大 當然孩子是希望 表面上和解 結果呢 他幫打他孩子的人 做什麼 繳了善款 而且不只繳善款 還繳繳十年 我就在想 我自己如果願意 我願意自己繳善款 我願意可能幫爸爸媽媽 如果是這個爸爸媽媽沒有的話 那幫他支付 但是你要幫一個 無親無故的人 繳善款 那可能就一次兩次吧 一繳繳十年 不一樣啊 上人說普天三五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 沒有我不原諒的人 沒有我不愛的人 他這一下全部都做到了 他說 希望能夠改變這個人的一生 而且還跟這個人講 他說你打我的兒子 你未來也會打別人 今天碰到我 算你好運 就幫他繳十年的善款 我聽了真的是很感動 這就是慈禧人 你說上人有叫他這樣做嗎 沒有 啟發他的善念之後 他就自己知道我該怎麼做 不能只是陰昧的 和解和解原諒原諒 沒有 他有智慧 我不只是要幫助你繳善款 幫你織福之外 我還要讓你知道 今天我幫你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慢慢開始想 原來攤開生命的地圖是這個意思 打開平面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過去 如何強悍 如何兇悍的對待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學習 過程當中怎麼成長 看到自己的願力 我怎麼能夠做得更好 地圖是平的 你可以從太平洋看到大西洋 從這個地方的時差 是早上看到晚上 全部的時段你都看得到 那是平面的 但是 當你把它變成個地球的時候 你只能看到一個點 那個時候 那個地方 像我們現在 是太陽照過來 我們是亮光的 你只看得到球的這一面 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現在 你的現在 就是你過去所有累積的呈現 像現在這個林師姐 他已經是個人品典範 他走過過去這一些不好的經驗 學習之後 他就是個典範 像剛才副總跟我們分享的 就是如此 他現在看到的他是一個白髮蒼蒼 但是完全看不出他年紀的這個人 因為他活力十足 但是你要是沒有看到他過去的話 你還真的不認識這個人 但是看他的現在 有力量 有力氣 承擔起大業 能夠帶著大家往前走 所以意思是什麼 攤開生命的地圖 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過去 跟現在甚至你的發願 但是立體的這個地球 看到的就是當下 我們每個人 上文教我們 四位移 上文教我們 該怎麼做 講話怎麼講 要溫柔的講 行如風 然後立如松 坐如鐘 這就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這是你的當下 但是因為攤開的地圖 看到的每個人 原來有這樣子不堪的過去 就是真正的攤開地圖 跟把地圖結合起來 變成立體的地球 所以跟大家先分享 為什麼要這樣 這段我們就先不放了 所以講到了灰金河 這是上人最近常常講的 這一段話解釋了剛才 我講的這個平面的地圖 跟立體的地球 上人說 在新竹的時候 他們送的那一支 灰金河很大一支 上人就問他說 你給我這是要做什麼 他說 師父 你現在要說灰金河 你有這隻 別人這裡看得到 你跟我講攤開地圖 講說那個國家 那個國家 那個國家 看不到 你要把那個地方的 真實的故事講出來 才看得到 跟這句話是一模一樣 所以上人就講說 你有這隻 別人看得到 真正 這一支 人家才看得到 有光 有功能 灰金河閃亮如此 這就是教具 你沒有一個立體的教具 他看平面的看不懂 所以就像是 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你把書打開 教的是什麼 平面的 但是身體力行就是什麼 立體的 你沒有這一支 灰金河再怎麼看 我也知道 灰金河灰金河會發光 但事實上 當你自己發光發亮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灰金河是什麼意思 所以攤開 立體 當下是有典範有做回 真正能夠傳法 說法 紅法 需要平面 更需要立體 所以第一段 講的故事 要有地圖 平面的地圖 立體的典範 都要有化成的第一步 要有地圖 第二步 要有交通工具 剛剛我們不是講嗎 佛陀 在 遊走這麼多地方 靠的是兩隻腳 可能是有馬車 可能是有牛車等等的 但是我們可以怎麼做 科技的發達 不只是靠交通工具 現在連Internet 網際網路 都能夠讓我們很快的到達每個地方 在桃園的時候 我在外面我們看到高雄也是有 也是有一架飛機 我們還是回去看一下這一段好了 等一下 好 不用音樂 不用音樂沒關係 他們就是在桃園 他們想到說 每次在桃園都會分享 他們是怎麼去接全球的慈濟志工回到台灣 他們就想 我要怎麼樣能夠做出一個 讓上人真正有感覺的 有感覺的 所以他們講說 他們想坐一台飛機 讓上人坐上去 真的 上人可能坐上去嗎 答案是不可能 怎麼可能坐上去坐上去 我就沒辦法想像上人坐上這個飛機 為什麼 他說 因為上人沒有出國 沒有出國 所以身為弟子 就只是希望上人能夠呈現這個心願而已 至少坐上飛機過個感應那種感覺 那我就想 這個弟子的心 鄭文章師兄 當然他是代表一個團隊 那只是那一天 他把心中的話講出來 他講到哽咽 他說弟子不能夠 我沒辦法幫太多忙 但是我能做的是什麼 上人想要看到全球 那既然沒辦法真的去 我們都用這個雲端來 那是不是我們能夠坐一架飛機 很大的一架飛機 讓上人能夠真的坐上去 那後來做出來之後 只是為了上人看到五分鐘 花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結合了好多人 那個影片也蠻不錯 但是我覺得也沒時間 但是跟大家分享 那個過程很感動 那他就說 越講越哽咽 他講說 早上跟上人同桌吃飯 上人只吃這麼一點點 做這麼多 弟子都沒做什麼 什麼都沒做到 他就開始哭了 那其實他講出的是 我們內心的很多的話 其實我們也都沒做到什麼 剛剛看到禁賢師姐那樣子 晚上就趕快搭飛機到台北 然後再搭著深夜的車回來 然後用著報紙 把自己能夠取暖一下 我真的聽了都很不捨 所以他看到我們後輩 他都會覺得我們都太嫩了 不像是當初那個感覺 所以也很希望禁賢師姐 要多帶我們 他其實非常的願意 提拔我們的後輩 給我們更多的機會 其實我們看到前輩 或者是上人做這麼多 你真的會感受到 原來我們都沒做到什麼 然後弟子 文章師兄 還有陶寧的團隊 一整個團隊在坐這個飛機 他們說 我們其實都做不到什麼 我們只希望能夠做到一點點 讓上人感覺到 我們要幫忙 因為那個飛機 它是按照真實的size 所以那個門比較小 因為它其實是濃縮的 門比較小 上人覺得門打開了 那個手也不容易伸進去 然後這個竹筒也倒不進去 所以上人講說 你們門要做大一點 那鄭師兄就講說 其實我懂 上人是要提示我們 我們的大門要打開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近四場的大門要打開 所以上人就很稱讚他 那上人就講說 其實佛陀的時代 精神 沒有辦法能夠展現出來 為什麼 不像現在 雲端 馬上能夠到 全球各個地方 不同的語言都出現了 菩薩現在無所不能 但是要那份誠意 沒有這份誠意 拿來的這個飛機 沒有辦法出現 所以上人說 感恩人人 用身心供養 看到弟子們這麼願意接受 而且那份心 上人就講佛法還可以傳 看到大家有信心 如果沒有信心 說半天 覺得大家 是有聽到嗎 聽到嗎 那種感覺心會慌 佛法怎麼辦 但是看到弟子這麼用心 上人覺得安心了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每個人 我們每個人 愛眾生都如同 愛上人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想像 這世界會多美好 但是很難做到 所以我們先把上人 愛好就好 但是上人常常講 愛我 就要愛我所愛的人 所以進入化成欲 最後一個故事 剛剛講的部分是 要化大 不能只是愛一個人 你的工具是什麼 大聖 大聖就是 能夠愛眾生 不是只是愛我所愛的人 而是要愛眾生 第三個故事 是上人在醒腳的時候 台北慈悦的故事 這一位是整形外科 魏醫師 他講了一句話 我的夢想是開刀 幫病人的人生做整形 開完刀之後 病人的人生會改變 他的夢想是開刀 我們來看他的故事 他分享一個故事 這故事很長 我稍微很快的講過 一個叫做 這個邱先生 叫做小德 從小也是你看 苦的命 單親母親帶著三個小孩 生活不是那麼的順利 小學畢業了 變成阿德 從小德變阿德 他說他去賺錢 台北的時候在一個地方 哇 苦阿苦阿 從一個塞阿 這到塞壺 到變成公投 做得不錯 又變成老闆 之後呢 還有房子 還接媽媽 去買房子給媽媽住 住到比較好的房子 回家看媽媽 從弱勢變成出發努力 成功的故事 但是故事通常都不是這樣而已 接下來 插之好理 你看慢慢的往上走 越來越勵志喔 結果呢 開始了 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就放鬆 旁邊勞工朋友開始 抽菸喝酒 攪檳榔 回去之後開始睡阿 等等的 力氣慢慢變差 後來發現原來心臟有一些狀況 醃酒刺激 心臟衰竭 沒力 人沒力 開始容易喘 需要補 結果呢 又發現嘴唇長得癌症 喔 真的是一件事情來 兩件事情來 三件事情 哇 就垮了 慢慢來 跑醫院體力不好 工作做不好 拖延工程 慘了 經濟來源沒有了 錢花完 健保繳不起 房租付不出來 你看 從剛才一直往上走 啪一下 就掉下來了 流落街頭 沒有積蓄 不想拖累媽媽 結果突然間發現媽媽也打不通電話了 借酒精麻醉自己 變成了喝酒肚子的街友 短短我剛剛講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講他的故事 多可憐 結果呢 我們看到了他 看到了他還在醉酒 他說這個時候不是絕望 是根本不在乎自己怎麼死 那個人被救起來了 面對這樣破碎的心靈 他說不是關懷 你一定要真正的幫助他 幫助他救醫 所以慢慢的翻轉 我們來到了台北慈苑 很厲害 恢復起來 把心臟恢復起來 第二個 找到他媽媽 第三個 能夠把嘴唇的癌症 他真的是很用心 我們這位衛醫師 他講說 這個嘴唇要封起來 怎麼封 不容易啊 怎麼這個神經啊 血管啊 肌肉啊等等的 那把它做起來了之後 他說最後 還要在大靈持續關懷 好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 他說 我幫他做的只是一個手術 我只能讓他嘴唇 能夠再次微笑 但他願不願意笑 是全部團隊 你有嘴唇 嘴唇複合了 你願意笑 還不一定能笑 但是因為完整了 神聲的圓滿了 所以他非常的願意笑 所以最後 我們就直接跳到最後了 所以 化成 化成三步舉 第一個 攤開生命地圖 地圖確認清楚 我的目標在哪裡 我該怎麼走 第二個 我的交通工具是什麼 上能給我們最好的方式 菩薩道的大白牛車 愛眾生 不要只愛我們自己附近的人 不要只愛我們自己 也不能只愛上人 要愛上人所愛的 交通工具要大勝 第三個 要團隊 光靠一位醫師 完整的修復了嘴唇 還不夠 讓他真正願意用嘴唇 笑出來的是誰 是旁邊的團隊 慈善 幫他找到他家庭的 經濟的依靠 找到媽媽 能夠陪伴他 還要幫他做醫療的照護 那才是真正的完整的化成 最後 上人說 我們都知道 我們人人都在化成中 但是 我們在慈濟 在上人帶領之下 我們有正確的方向 但眾生迷糊 他不知道方向是哪裡 所以他在迷茫之中的化成 他以為他的目標是化成 但是我們不一樣 我們雖然在化成中 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保成 真正的保成 所以大家記得 我們雖然人在這裡 但我們的目標 上能帶我們走的方向 就是我們真正的保成 所以三部曲 地圖 交通工具 團隊 這是我們最需要的化成 以上分享 感恩大家 非常的精彩 那也請我們所有的來賓 戴著口罩到我們的前端 那邊先處理一下 請我們所有的分享嘉賓 包括阿桃師姐 今天分享嘉賓 非常的感恩 那我們今天最後 因為是最後一次的一個讀書會 所以我們即將全球來跨新年 跨新年 慕新年 所以我們進行 此月飄洋 跨新年這個部分 寶如跟栗三 他們目前是回到馬來西亞的家 他們本來是在美國的一個北加州 那這邊我們台中慈願的副院長 莊淑婷 他就說 10號